您好 欢迎收看1月2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梅园竹村15年来步道可以说是常年坍塌 唯一回家的路全部阻断了 但是竹人们还是心系山上的房子和祖坟 为了解决村民们多年的问题 立位孔文吉向泰管处要求每年编列预算来修复 同时也会请秀连相公所反映到花莲县政府用花冬基金专案 另一片一条路新建让竹人可以安全回家 梅园竹村表示梅园竹村可以说是竹人们长年的痛 希望泰管处能够协助区文相公所来批券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如果真的要做 我说真的啦 这个可能要大家歧视广义和做笑谈谈 因为真的还是很多人想要回去 那是不是说泰管处这边 也不是可以规划说在每一季还是每上半年下半年 你开个会嘛 大家一起讨论嘛 你第一步跨出去才有未来才有机会 你跨出去之后 先每半年开一次 针对这个及时管理大臣一起讨论 第二孔姐提出是否能够组理编列预算来修复主持美人的步道 会继续来勘查来找出一个替代道路这样 那现在是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这边在负责 因为他的经费比较庞大5.3亿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用比较简易修复的方式 然后再找寻替代路线 这个请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继续来协助这样子 六月孔姐表示 由于新建预算相当庞大 也会请熊下面代表林英龙反映给熊乡公所 向华人县政府来提报华东基金到立法院 孔姐表示他是经济委员会的招委 只要提报上来他会替主任来争取 如果这个竹春回家的路 或者是大同大礼回家的路 能够花联县政府如果提报华东基金 那将来因为我在经济委员会 我可以这个再要请那个国发会呢 只要是花联县政府有提报 我请国发会啊 尽量把这个大同大礼跟竹春 这个梅眼回家的路啊 能够把这个经费到位 如果花东基金是可行的话 那我会在中央会请国发会来协助了 旅游公寄表示 每人竹春每道风在好大雨的时候 步道都会全部瘫痪 15年了竹人们不敢回到山上了 希望透过这次的会议 共同来为竹人们 因此期盼望安全回到路来努力 接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